要给他坐的话 小孩子或者你能给他给你坐的话 要给他坐的话 台长您好 您好您坐下来吧 好坐下 谢谢 你讲吧 我跟一儿 02年15 他因为老婆长得肿瘤 现在要90% 现在一生多人 你说孩子很苦 真的很苦 几几年啊 说什么 骂了什么 我告诉你啊 他现在脑子里这个肿瘤啊 应该是有一点点扩散 对不对啊 对 所以已经影响到他的肢体 手和脚都不大听指挥 也就是说人很容易平安 出牛是吧 他这个病 不是小时候 一生出来是有的 是到后来才得的 去年才刚新的年龄 我看到了他你们家好像是搬过家 也不知道动物 听得懂吗 两年前 两年前 两年前得 还要台湾奖吗 大家想一想就明白 对不对啊 这是什么简单 他一定要明白 这个道理 就是家里风水上出问题了 搬了一个家 如果搬到这个家 说这个家里有灵性在 你这个孩子很容易出事 明白吧 房子里有灵性 就是老的房东 如果死在这个房子里 那就很容易找上他 因为你们住在这个房子里 所以在香港买房子的时候 他们会挂出一个牌子 叫英宅 也就是说死过人的 他叫英宅 就是价钱和便宜 如果洋宅 就是说不挂牌子的 这个房子就比较贵一点 你们这个房子搬进去之后 就家里出现一连串的不好的事情 好了 我帮你毛病找出来 接下来看你自己怎么做 你就给家里房子的药金者 能不能给房子的药金者 念小房子 一共要念49章 先把它操控走之后 然后呢 慢慢的小孩子才会恢复 给小孩子还要念87章小房子 好不好 但是我们是年轻的 你呀 看了吧 祸不担心 房子啊 所以啊 我得告诉你们啊 你们根本不知道啊 房子不要乱搬 我还打再告诉你们的事情 好不好 如果年纪太大 千万家里不要冻土 不要说搬家 不要说我把房间找个洞 这里房门啊 开那里啊 不要坐 住坏的家 如果平平安安 就千万不要去把家里风水 左坏右坏 这样会影响你们家的风水 很多人就是家里移动土之后 老人就走了 听得懂吧 就是这样 你现在得的这个毛病 所有的等等的一切 都是家里的灵性 在给你保证 好了 毛病把你找到了 小房子 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还是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毛病 我们家里为什么接二连三的 这个厨师 那个厨师 为什么一天到晚不顺利 实际上都有原因的 您请 您请说吧 谢谢大家